请各位在我们的签名板上进行签名 你在说上海方言的时候 你可能在你的记忆里面有很多空气中的气味 这个雨落在梧桐树叶上的声音 但是我又想到另外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明子乐就是世界 因为这部戏所兴起的上海文化和这个地方方言的热潮 是让大家更愿意来了解上海 了解上海的历史和上海的文化 就是王嘉宾那种电影风格 在这种荧幕上大屏幕上的那种氛围和冲击效果 跟在电视上看的那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很多场景都是曾经经历过的 包括就是认购证什么股票开户 然后那个时候外贸什么小商品市场 挺多回忆的 往事从温 大家听到我们的机会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机会就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机会准备好了 感谢观看